是的 刚才不会干 我是推手迷幻 今天挑战只用游泳馆的物资 讲道理 穷得有点过分了 第一把 我居然只讲到了一把杀银和五个膀带 云瓶饮料 瞧瞧 这是人能干的事吗 这是单人四排 你叫我怎么打 想想 放弃了 赶紧去找个男人大战一场 英勇死去 看下一局吧 很快 我就遇到了一支二人队 我们展开了激烈其友好的菜籍互主 气势拉满 但却互不杀害对方一丝一毫 你们看看 这是什么精神 主要也是我真的不敢露头 终于对方忍不住了 带着小弟冲了过来 我这把大概就到此结束了 没头没脚了 再来一下就要叽叽了 嗯 没关系 还有一个 我们必死 哎 你们看 这就离谱 我想早点开下一局的 怎么你俩先走了 这就很过分啊 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 接着我开车四处求死 求死 死没求成 甚至还有样子了 忍不了了 我退了 第二把就好多了 得到了一把迷你和一把幼灾 虽然子弹不多啊 但是省着用还能一战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队排着队来跟我松啊 这是在诱惑啊 忍不了了 哎 不差最后这个了 这就很过分啊 一下就浪费掉我一半的子弹 你们这群人也太恶毒了 强行给我增加难度啊 很快我又碰到了另一队 我只是低调的路过啊 而他们却无缘无故地打我 他们这处于典型的寻资挑事啊 是要被判刑的 没办法 我这么善良 还是决定帮他们免去老狱之灾 全部打死就好了 可惜差一点 有一个去了房后 是想让我们 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 一开始打的 应该要不满血起来了 要等人进屋了 不对 是去了前面 多有个 哎 简直过分 又再就剩16发子弹了 迷你也就剩这么一点点了 没关系 还有希望 只要最后决赛圈不是草地 那给我个掩体 哪怕敌人不是满边也好啊 就还有希望 这就真的很过分啊 真的就给我留了个满边啊 真的是没掩体的草地啊 电网还把我给刷了出去 放弃了 来 各位大佬 不要打脸 下手利索一点 第三把 其实不值 不好意思 各位 我要稍微降低一下难度了 这次我开了一把单牌 同时这次在游泳馆 得到一把M16 一个几对包 还有一把喷子 这把一定要接冲子弹 能用喷子一发解决的 就要用喷子 M16的子弹 要留到最后决赛圈 很快发现了第一个目标 就在房内 大家右侧跑了 那我们要用左边的墙 当掩体打太深 大家当我们脚不行了 也跑过来了 又出了 真是太久没用喷子了 有点手势 每一个酒包 就这么浪费了 下一个 下一个 忘了一个人机 继续继续 感觉手感来了 你舔的也太香了 真是不给我面子 房间里还有一个 应该是硬着 等我进去呢 现在没药了 可不能吃这个亏 我们是慢慢进步挪进来的 他应该还不能 肯定我们的位置 等待一个机会 嗯 他开了两枪 看了有点怀疑了 哎 他在换弹 松下了 我们上 再见 刚要去远处逛逛 又被一个兄弟吊住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追 这样子 他有上楼 好像是先讲得起立服呢 这衣服啊 对身体不好啊 不给他准备的时间 直接冲 他要扑雷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 还炸不了 不要总 直接上 告辞 虽然你扑雷的样子很专业啊 但是你穿着起立服 冒绿燕的样子 是真的很绿啊 路屁城发现一缕黄烟 超级空头啊 劫富不计品的机会又来了 他的楼后 我们直接上房 太进屋了 好像就到我楼下 应该是这个隔间 我们看一眼 果然在 先要阴我一手 就再上 舒服了 舒服了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 或是谁能填到这个超肥的盒子了 下一个是谁 看来就是你了 嗯 你这是发现了什么 骚操作啊 可惜人头被抢了 那用你的代替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啊 别跑 这玻璃还真的放弹啊 重量两枪 应该残血了 追 追 追来的路 逃到了水城 应该就一发的事了 隔间 不对 啊 这都没倒 为什么 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铁头啊 果然 今天不易 打了杀杀啊 下次再重新挑战吧 我是迷广 我们下期再见